要活就要动 越是年纪大就更要多运动 由南投县政府跟华山创世基金会 所合办的老人运动大会 周末这一天在南投普里镇热闹登场 虽然说只是简单的趣味活动 但是阿公阿嬷可是很认真 纷纷展现活泼跟创意 以各乡镇的特产造型队伍来进场 而一系列专为老人设计的竞赛项目 也让全场是充满欢笑声 让这场老人运动会展现不一样的特色 参加运动会的老人 都带着自己乡镇的特产进场 乡镇运动会是汇集了各地的爱心 除了创意进场之外 各队也会来段精彩的舞蹈表演 将老人家的活力展现出来 来自西头的妖怪舞 瞬间点燃全场活力 也宣布这场别开生命的老人运动会正式开始 他们还会召集 就是说大家来这里 我们每一年晚的活动的内容 跟项目也都不一样 我们长辈都非常有荣誉心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 要活交动的一个运动会的举办 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可以大家聚在一起 来 1 2 3 第3年爱老人第5位正式开跑 各项老人运动比赛正式登场 所有比赛项目都是采团队方式进行 有别于一般运动大会 竞赛项目全都是专为老人所设计 不管是双脚夹飞盘接力 或是弹珠接力竞赛 轻松中带着高度的趣味性 也让老人训练手脚灵活度 场面是充满了欢笑声 我们这些社会还有麻烦呢 生好似乎 要健康 有吃出来的差不多吗 有 有啊 对 那你感觉吗 感觉 真心是菜式的 我从中央啊 中央 怎样说 怎样说 真老人啊 老人啊 对吧 我平常是有出来走走的吗 对啊 感觉之后呢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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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来为我们私一老人 私自老人 私能老人的健康 来努力 出来充满 出来外充 让他们的健康 越来越好 让老人更健康 我们的社会 就减轻 很多负担 让我们的少年人 就能够 出去打拼 主办单位强调 老人运动会着重于 老人的团队活动 主要目的是 让这群社会上较为弱势的老人 多点机会走到户外 借由团体活动方式来丰富生活 更要维持健康的身体状态 记者王昭胜南投线采访报道 老人运动会 老人运动会 老人运动会